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和洛行同棍同样配戴会员章在左胸袋中央 但香港章就戴在右胸袋中央 大家的铝章会钉在右袖肩膊位对下两厘米正中的位置 地域章和区章就分别钉在铝章对下两厘米的前后位置 两个章会相隔一厘米 南领袖和南团圆应该保持头发天然的色宅 而头发的长度以不覆盖衣领和耳朵为标准 女领袖和女团圆应该保留头发天然的色宅 和把头发梳在耳朵的后面 如果束长发的话 应该梳成发继或者马尾 所用的发甲以黑色简单为标准 在参与仪式或者户外活动的时候 领袖和同军成员应该配戴制服帽 而在室内、宗教场合或者葬礼的时候 领袖和同军成员应该将帽脱下 然后用手握住 或者放在适当的地方 也可以摺起放在褰衫左肩带下面 戴圆帽的时候 首先将钉有无章的帽头 贴近左眼位置的上方 然后戴在头上 而前面的帽边和眼眉 要相距大约两厘米 整顶帽边要成水平线 再将帽的右面按低到耳朵边 戴森绿色金边硬帽的时候 首先将帽里面的橡筋 轿着发继防止松脱 钉有帽帽的一边戴在头上右面 前面的帽边和眼眉 要相距大约四厘米 而后面的帽边要紧贴在脑后 海童军男女团圆 海童军男女团圆 是套在硬帽的左面 海童军男女团圆 和深支海童军男女团圆 是戴白顶海童军领袖帽 帽帽是固定在硬帽的中央位置 在未配戴领巾前 要将领巾卷好 首先反转领巾的背面 由领巾底起卷 每卷的直径大约三厘米 卷的时候可以铺在桌面卷 又或者是用双手握住地卷 卷好之后的领巾尺寸 可以视乎配戴着身形的大小 领巾底至领巾中尖 是阔大约12至16厘米 也就是大约由帽子到尾子的一个手板位 在佩戴领巾的时候 要注意领巾尖 是以不超越皮带为标准 同军成员和领袖 可以因应天气情况 穿着长袖衣衫和阳毛衫 阳毛衫的颜色是深草青色 V字领 长袖和有肩带 穿的时候 要依照配戴基本章的规定 盯上会员章和香港章 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 如果不用穿着制服 领袖 乐行同军 和深知同军 是可以穿着同军物品供应社 提供的户外活动服装 女团也可以自行选择相同款式的服装 在穿着制服的时候 女领袖和乐行同军女团员 可以有色度的化妆 领袖和同军成员 除了结婚戒指之外 是不可以配戴其他的饰物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